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开始学习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三章 模式对象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其实已经介绍过模式了 什么是模式呢?模式schemer 是指Work每创建一个用户就创建了属于这个用户的一个模式 而表啊,试图啊,存储过程这些都是从属于某个特定模式的 也是从属于某个特定用户的 好的,那我们介绍模式对象也就是在介绍表啊,试图啊,等等 这些专有的模式对象 好,今天呢,我们将学习第一个知识点,管理表 管理表呢,我们这里分成复制表,表的约束 给表添加注释以及修改表结构 因为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哈,我们已经介绍过如何创建一张表的语法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学习的会是如何复制一张表 现在以EMP表为例 如果现在我要复制表呢,实际上是可以有两种方式实现 第一种就是没有表结构直接复制 直接复制表 这个语法 我们执行一遍看一下 首先说一下哈 在我的系统中并不存在EMP copy这张表 所以现在我执行的是CreateTable EMP copy 接下来 CNAC的新 fromEMP copy看一下 结果发现哈 我直接使用CreateTable 某某某某EarthCNAC的新 fromEMP的时候 实际上是将Earth之后查询语句的结果集 整体复制到了一张新表 而且是没有存在的表哈 叫做EMP copy里面 这个就是复制表的第一种方式 在没有表结构的前提下 我直接创建一张表表里的数据就来自于Earth之后的查询语句 而且我新创建表的列还有列的数据类型都跟我复制过来的被复制的那张表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种复制表的方式 第二种复制表的方式是存在 存在表结构哈 存在表结构的前提下 那现在呢 我还是EMP copy 还是使用这张表 insert语句哈 insert插入的意思 insertEMP copy CNAC的新 fromEMP 好 现在我们执行一下 这种复制方式必须存在的一个前提 就是表结构要存在 好的 接下来我再查询一下 你会发现EMP copy表多出了14条记录 变成了28条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们在创建EMP copy的时候复制了14条记录 接下来我又通过insert into语句 将后面这个查询语句的结果又复制进了EMP copy 就相当于双倍复制哈 28条记录 好的 这个就是复制表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create table 二次select某某某 一种是insert into某个表 select某某某某 第一种方式不需要存在表结构 第二种方式必须存在表才能够复制进 复制数据进去 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虽然复制表有这两种方式哈 但是呢 它仅仅只能复制的是数据 是数据 而关于这些数据之上的 比方说主件呢 什么的 是不会复制上去的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 复制表 那么我们下次可再继续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有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